新版的二胡,为什么拉不响? 今天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原因 首先,第一种可能就是说 我们的二胡的公子 这个公毛是需要打松香的 公毛是需要打松香的 因为我们公毛是光的 琴弦也是光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打松香 那么公毛挂不住琴弦 那摩擦不出声音 所以需要打松香 松香呢,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松香就是起到一个增大摩擦的作用 知道了吗?增大摩擦的作用 那我们在打松香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是蹭到这个公毛上 公毛的内侧,外侧都要蹭好了 等于是公毛的360度都得蹭上 尤其是新公子 新公子必须打到 说整个公毛全打透了 这样才好用啊 这是第一种可能是没有打松香 那第二种可能 就是呢,你的琴弦太松 当你的琴弦太松的时候 你的公毛贴住琴弦拉的时候 那它俩摩擦不住 因为呢,一拉 这个琴弦就跑 因为它太松了 一拉琴弦就跑 一拉琴弦就跑 两个什么呀 两个物体挂不住 贴不住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无法产生摩擦 所以这个时候 也不会出声音 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呢 你的琴码 你的琴码没有安装琴码 这里什么也没有 琴码 绿音垫什么也没有安装 那这个时候你在拉的时候 它也震动不起来 所以呢 想要二胡 拉出声音 首先呢 你得把琴弦调好 公毛打好松香 然后呢 把琴码放在琴体的中间 下面再放上绿音垫 这样一拉 就出声音了 抖音 进行 进行 试